张化县政府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圣马可思分校 112年签署双边合作计划备忘录 今年即将迎来第一场实职国际交流 县长王会每四日在县府中庭授旗集团福给首发团学生 预祝孩子们国际教育交流旅途平安 那我们首发团在今年的元月25号会来出发 那我们五所完中里面有关于师生总共有20位 那总共有12天的一个这个深入到美国 第一个了解他们的学校第二个利用机会学习英文 然后学习当地的这个文化 那同时也参观他们的给市政府听 在那边呢做homes day的一个部分 让孩子们能够更加了解美国相关的一个家庭文化 可能就是一些跟国外学生有交流 或者是体验他们生活的机会 希望可以融入当地的文化 就是可以学习到一些更多英文的知识 首场国际教育交流活动 共有彰化县立艺术高中、和美高中、成功高中、田中高中、 20高中等20位师生组队 将于1月25日赴美展开为其12天的学习课程 同时也正式展开双边实职教育交流 王宪长预祝孩子们国际教育收获满满 公益频道张华允彰化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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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